来关注的一个最新消息呢 就是今天早上台股开盘的时候 就跳水了超过500点 到了23230点 那目前呢 跌幅有稍微缩小了一点点 但是其实也是下跌了445点了 那台积电呢 更是大跌了43元 战报目前呢 目前现在是996元 那联电呢 也是跌了1元到52 那联发科呢 重挫4.53% 战报1265元 那鸿海也下跌了7.5元 现在呢 是到204.5 目前呢 是206.5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那么跟可能有什么原因有关系 或许就是川普的这一席话 好 川普呢 在接受彭博社专访的时候 他就讲到啊 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产业 这些业务 那他就反问啊 台湾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所以他认为台湾应该要付保护费给美国 结果呢 这一席话 变成台积电躺枪了 昨天 台积电ADR盘后就应声下跌 那在这个今天呢 看到也是整个跌破了千元 好 那昨天呢 中场是收在1030元 跌幅有2.36% 市值一口气 增发了6483亿 好 就是因为川普讲了这样的话 那我们看到哦 路透社讲说 台积电呢 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最具有主导地位的半导体企业了 但是川普这一席话 凸显出 其实台积电蛮脆弱的 而台积电的弱点呢 就是他的命运呢 是深受着北京跟华盛顿在左右 好 那亮哥就说 说偷走 这个说法真的是胡说八道 你英特尔做输了台积电 到底要怪谁呢 本来英特尔是第一名的 但是呢 现在好 他们连7奈米都做不出来 而台积电现在已经做到3奈米 而且要做2奈米了 2奈米 那所以说偷走这个说法是说不通的 因为台湾成为晶片制造的基地 也是美国去布局的 好 那你可以说台积电是高度依存美国 但制造的部分 台积电就是赢过你 所以不能叫做偷走 是大家互相依赖 好 那我们来看呢 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他分析说 川普啊 可能没有搞清楚 如果美国制造真的这么强 那美国半导体大厂Intel 怎么会这么惨呢 那台湾的台积电晶片事业 是国际分工的结果 美国人做不来的 好 那同时看到了前立委蔡振元他讲 因为哦 好 川普认知台积电不过是台湾人 抢走美国人的东西 这么说台湾人是强到 那会有什么台美友谊吗 真的还坚弱磐石吗 一切都只是金钱关系 美国自己心甘情愿找台湾代工 那又禁止台湾去替中国大陆代工 而现在又反过来指责台湾抢走了美国的生意 那台湾竟然都没有人敢呛回去 好 而且呢一副无皇万岁的奴才样 平常呢大声嚷嚷台湾尊严 怎么都成了龟孙子样呢 好 另外他也说 美国先前答应要补助台积电50亿美元 如果川普上任的话 还算不算数呢 还是条款有说美国可以分享利润 那价钱是不是随美国开呢 那台积电未来要从美国拿到补助的可能性 已经很小 甚至会有机会被捞回去 好 我们来请教司冈哥 好 今天呢看到这个台股一片绿油油 这个很跌 一开盘呢就跌了500多点 尤其是台积电啦 也跌破千元 那当然投资人呢就是很着急之外 就是跟川普讲的这些话有关系嘛 他觉得说 我们抢走了他们的晶片产业 他们的业务 结果呢 还说要跟台湾来收保护 那你看到哦 就其实我们的包括赖清德总统啊 还有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 居然说愿意付更多的责任等等 好 所以想先请问 您怎么看川普说 我们抢走了美国的晶片产业 以及看到我们的这个政府 好像都没有出任何的回应 也不敢下回去 您怎么看 第一个川普啊 现在当选的几率啊 大幅的上升啊 其实我观察川普这竞选期间 这两三个月来的一些动作 跟一些说法啦 我认为如果川普当选的时候 会比上他第一次当总统 会来的更 更厉害 更厉害 更知道 能够呢 打蛇打三寸 更能够把每件事情呢 掐到要点 那第一任的时候 也许刚开始 还在模模糊糊的来寻找方向 但他都经过 那四年的在绸忙观察 参与政治 你看他现在讲话呢 基本上是越来越精准 所以要小心 川普真的当选之后 川普2.0的威力 会比他低劲呢 更来的强悍 更来的精准 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些国家 可能正要披风几一点 过去那个美国与群与求的时代呢 可能真的过去了 这样川普知道 交易的本质是什么 那当然会拿出最大的 最大的手段来为美国 来为他自己的政府 来磨取更多的交易利润 所以说川普讲这些话 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一点都不让人意外 其实川普本身 整身就觉得 为什么工作机会都流到 亚洲的新兴国家里面 特别是台积电的晶片 那是美国很多的产业 也被掌握的一个核心的 核心的主见之一 像美国的很多汽车业 不管是电动也好 粮油也好 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些晶片在里面 那很多都跟台积电的息息相关 那在美国要支付这么多的费用 给台积电的时候 那川普当然会想 就把如果台积电拉到美国 或者美国自己的制造业提升的话 那这一方面 可不可以帮美国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美国的商界也会受欢迎到 所以我们今天讲说 什么过去的技术 如何如何 我觉得川普跟我们没有在看这些东西 他就跟他说 你卖我多少钱 假设台积电一年卖他 他2,000亿 那你台湾其他地方 怎么能再让美国赚2,000亿回来 对商人来说 这就是所谓的平衡 我赚你的钱 你赚我的钱 为了要赚你的钱 平时互相赚来赚去 才有利润跟长期的友谊合作存在 否则的话我都是付钱给你 我都是付钱给你 我赚不到你的钱 这样的合作伙伴 商业伙伴的 事实上都不长久的 我想大家很多的网友 自己在做生意 那都有这样的激怯 不会跟一个长期只有支出 没有收入的伙伴做生意 所以这道理就放大到 放大到台湾产业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其实走到这一步 台积电能在做什么 会能够逃脱这样的架构里面 我倒觉得很悲观 所以未来台积电的关系 包括国防也好 然后包括其他的经贸也好 可能都不能把美国当成一个老大哥 你有困难的时候 跟他招招手说 我困难了 我需要更多的军备 我需要更多的这些资源 他就会给你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不管在以后的军购也好 虽然过去蔡政府8年 已经有8000亿的钱 给了美国做军购 可是美国觉得还不够吧 未来还要买些什么 还要付出什么 然后昨天川普又讲一句 大家听起来有点保护悚然的话 他说台湾距离中国大陆 只有68海里 然后美国距离台湾 有8000多英里 这个比较之下 他对于防卫台湾的态度 就显得非常的冷漠 所以看起来 如果真的川普要当选的话 台湾真的要自立自强 自己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过去靠一边认为另外一边 可以全部帮你撑腰 帮你出来喊话 帮你出来比拳头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未来可能美国航空母舰 经过台湾海峡附近 可能你都要去付这笔钱 这笔油资 这笔相关的所有的费用 都要台湾来负责 所以看得出来川普 以后上来之后 可能就是一码归一码 该算的账一毛也不会少 好 所以川普说要跟台湾来收保护费 那想要请教四冈哥 就是说是不是要呼吁一下 民进党政府不要觉得说 好像真的交了保护费 他们就真的会出兵来保卫台湾 呼吁有用吗 呼吁没用 对 他就是已经 他就一边倒下美国了 那他现在怎么样 去用其他的非军事手段 来保卫中华民国的安全 他可能有一些 要跟中国大陆去做一些交流 说一些喊话 做一些和平的一些 彼此的一些试探 我觉得赖清德也做不出来 赖清德也做不出来 他也不觉得这个是必要的事情 因为过去巴黎 大家觉得说有美国保护散 反正我怎么喊 都不怕中国大陆 也无所谓跟中国大陆做任何的交流 但是为我未来情况出现转变 你看得好了 但川普也会跟中国大陆进行另外一个方式的沟通跟交流 和另外一种方式的沟通交流 所以如果美中之间未来达成某些协议的时候 我觉得台湾真的情况要会非常的危急 也许危急并不是在眼前的立即的危险 而是在面临到长期利益的时候 会不会在美中的末期之下长期利益受到了所害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政府需要做思考的 但是我讲白了 他转弯怎么转 他转弯是他怎么去教育他的群众 他的支持者 每天告诉他是抗中保台 连过立法院改革法案都说是习近平的受益 那我请问他要转弯他怎么转 所以未来如果川普当選民党政府的处境 会很艰难 过去那种直线性的思考膝盖式的反应 可能要思考一下这样的做法 还能不能够持续 还能够保障中华民国的安全 好 今天非常谢谢斯刚哥来跟我们进行线上对谈 来讨论新闻时事话题 非常谢谢斯刚哥 谢谢 拜拜 好 看到川普讲了这一席话 结果让台股大震荡 那当然他说 我们抢走了他们的晶片事业 台积电抢走了他们晶片事业 那前立委郭正亮说 这不是只有台积电 可能还有很多被迫要去美国投资 这到时候包括就业消费一定会受到影响 这很麻烦 而且后面的招还多着呢 川普事实上有一条政见对台湾是大伤啊 我们还没有讨论到那里 因为拜登现在是搞有岸外包嘛 把中国大陆的订单弄到台湾 韩国 越南 泰国 印度 墨西哥 川普连这个都不要 川普要你们都去美国投资 川普有一条政见叫做 美国将要成为制造业的超强 他有这一条哦 所以我跟你讲哦 我还不知道他要落实在哪里啦 不然理论上你台湾本来可以从 就是大陆的转单啊 他变成转到台湾嘛 美国说都不要你都让我这边生产 所以到时候我们台湾恐怕还要再搞 另外一波投资美国运动 我跟你讲 这不是只有台积电哦 可能还会有很多被迫要去美国投资 我跟你讲 就是你是拿到美国订单的 对不起你来我这里投资 那这个到时候你影响很大 你那个就业啊消费啊 你一定会受到影响嘛 所以后面的招还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你赖清德 我觉得他真是一个 程度有问题的总统啊 那到现在都没有理解到 我刚刚讲的你治理的困境 你看陈水扁 他刚上任他就知道自己的困境啊 他就立刻搞一个 五党级有七个部长 那个院长还唐飞耶 大家记不记得 然后还请那个李远哲 出来搞一个跨党派的两岸会议 结果陈水扁在 我记得他执政到第二个月 对他民调就破六十了 他一商量就知道自己的困境了 你只有赖清德到现在还没看懂 还以为青鸟能救你 用视线可以硬干 人家比这个陈水扁得票率多一% 多一% 40比39贏吧 对啊 所以 赢了所以比陈水扁大 大 照样都不会过 太好笑了 人家陈水扁 那个时候 老师泼我们冷水 陈水扁那个时候 还有总统 还跟王金平建立了长期的友谊 对 对 王金平帮助是 也帮助很大 多哦 王金平帮 陈水扁帮多少 我跟你讲 你 你没有稳住立法院 你真的不用执政 如果连这样都看不懂 都靠自己的个性在执政 那你没有稳住两岸关系 我跟你讲 你有很多投资案真的是不会来 对 人家会怕嘛 而且看起来是越来越紧张 不是嘛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人程度真的是有问题 然后又倔强 所以你就等着过苦日子吧 明年你就知道了 明年川普 一月二十号就职 一月二十号 除非有变数 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个民调 看来真是会害怕 美国有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有43%认为政治暴力是必要的 必要的 好可怕 你就知道有多可怕 对 你就知道两边已经 对立到 对立到 激化到又不行 对 因为FBI到现在还难以理解 这个人只有二十岁 对 对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 有啊 他说 我恨美国人 我恨川普 对 你欠缺人 就是恨 刚才欠缺了 走不到原因 不开心 他全家的东西都拿出来看 对 分析不出动机 这很可怕 而且这个AR轻型步枪 美国有5%的人拥有 对啊 很普遍 他是跟他爸爸借的 他爸爸有二十把 对啊 好可怕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 那怪共和党啊 人家柯林顿把他禁掉了 共和党国会通过可以吗 你看 然后他还随便就买到了50发子弹 你看 所以其实这个戏还没完啊 就是说川普会不会又产生新变数 我这个不能乱讲 可是你真的不能够说绝对没有可能 因为新普生的预言还是要妨碍心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